咱们那天是看得非常准确的 胡春华是牢骚很大的 汪洋韩正 王岐山就更别提了 王岐山就觉得自己这个 可以干到老的副主席没了 接受不了 而且是绝对的那一天 名单当中还真不仅仅只是胡被骗了 绝大多数人都被骗了